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嘩 重資料分析 請大家給我讚好支持我們的廣播 其實你怎樣說一個阿伯都沒用 如果那個人本身的智力是有問題的話 你溝通不了 我們今天會找到人重心分析 有很多個潘秋詩剝簡 其實他說話根本不合邏輯 完全是你不能用正常的想法去想這個阿伯 最嚴重的是他還覺得自己是聰明 真是阿里陀佛 謝謝五仔,大家好,我是飛龍 今天我想說一說東張可伯 智力是不是其實有問題 還是他真的假裝智力有問題 明知是陷阱,但我也要踩過去 今天就會研究一下 因為見到可伯真的很風趣 他有一句說 許太太一直都當他是寶 哇,當你是寶,七十六歲 難道是貪你樣子漂亮嗎? 還是貪你哪裡壯見呢? 我看網上的人很多 都有解釋的,這個寶是什麼? 寶藏也有 淘寶也好 你知道內地人很喜歡淘寶嘛 哇,有寶藏啊,還不淘寶? 見到可伯這麼寶寶,買這麼多禮物 又貴啊 十多萬都買給他老婆 哇,還不是一個支付寶 其實我看的時候,一邊在一邊敏陣 因為可伯說了很多說話,我想之後呢 那些智商很有問題呢 或者玩了老人痴呆症才會這樣說話 但同時間 事後我又有另一個mine去想這件事 還是可伯其實是 假裝笨呢? 所以今天兩個角度我都會講一下 首先我講一下 假如可伯真是笨 有什麼說話蛛絲馬跡呢? 看得到呢? 首先,東章主持有問何太 其實你喜歡老公什麼呢? 何太聽了之後,想了兩秒 然後就說 我喜歡她疼我 覺得很幸福 何太還說,試問有哪一個女人 不喜歡自己的老公疼啊? 難道老公疼她也有罪嗎? 何太還在補充說 我從來都不會騙人一分一毫的 一分一毫太少錢了嘛 起碼都騙幾十萬至一百萬的嘛 然後何太還說 就算我老公九十歲一百歲 我都是那麼疼他,一樣那麼愛他 我這個人真是很簡單 我不管他年齡多大,總之他疼我便可以 為什麼那些人要當他是獵物呢? 我是當他是寶的 其實這些情況只有幾樣東西 要是何太呢? 他這樣的貨色 除了沒有何百那麼疼他之外 就是很難找到其他人疼他 不過也不是 何太之前的結果幾次分 也有年輕一點疼他 所以單憑這句說話 他不是看見何百的錢真的很難解釋 為什麼那麼喜歡何百疼他呢? 這個一定跟錢是有掛勾的 其次,哪一句說話覺得何百的智商很有問題呢? 就問到何百擔不擔心被騙呢? 何百真是很厲害 他說 根本我就挑通眼眉 哪個女人騙我呢?我一定看得通的 我十幾歲已經來香港了,跑過江湖的,我知道的 我認為他老實 就靠得住了 即是說是何太 還沒娶他 我們是有感情的 之後何百還在說 我不知道多聰明啊 還想回國內發展啊 去珠海發展啊 何百一說這句說話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 這個什麼智力啊? 記不記得剛才我說什麼? 可百說呢 他是挑通眼眉 哪個女人騙他呢?一看就看得通了 那你罵什麼?你小女兒呢? 現在是小女兒 吊了你那四百五十萬 你又說你那個小女兒騙你了 不是挑通眼眉嗎? 那個人對著你幾十年啊 你也看不到啊 旁邊那個人認識了幾個月 你這麼快?你很清楚啊? 我原本呢也有少許可憐啊 可百的 人蠢呢 你肯承認就沒有所謂的 人最怕的是什麼呢? 明明是蠢 都還說自己是聰明的 可百這句說話 怕且呢 只有幾歲的智力才能說出這句話 可百你知道嗎?香港有多少富豪啊? 就算香港賺多少錢回到內地都可以損手爛腳啊 喂!憑你? 七十幾歲?回來創業? 喂!小心你的身家 餘下因為我不知道你還有沒有其他錢啊 小心被人騙光啊 然後呢問到何太呢 為什麼想拿可百那一百萬出來做生意呢? 可百就說大有大做小有小做啊 何太還好像非常不滿意網民啊 又說我騙錢啊 又說我帶那一百萬落袋啊 就不會去創業啊 何太還說我會設定老公的錢啊 賺多一點就回來一起享受啊 現在好像說到做生意一定會賺的 尤其是現在的飲食業 這麼艱難的時候 真的覺得一定會賺 當然啊 何先生還說自己呢 以前呢其實呢都做過一些飲食業的 工作背後呢看著他老婆的 但最好東西呢問到他們呢其實呢 想著這100萬怎麼用呢?他們其實答不了而已 又不知現在的租金多少啦 又不知怎樣買一些廚具是要用多少錢的 純粹說了100萬出來 到時都要看看怎麼搞的而已 那就是是不是隨時可以 退了100萬出來啊 轉過頭拿走了也可以啊 雖然老婆說自己挑通一下味道啊 就是給小女兒掉了些錢又不知道啊 然後我的戶口是單簽還是雙簽又不知道啊 那一個小女兒啊 可白認識了幾十年都看不通的小女兒 何況這個何太 可白真的覺得要看得通 到時都可能放了一個聯名戶口裡面啊 轉過頭又沒有了的啊 原來又是單簽啊 好厲害啊 最好東西就是 可白呢在那裏說那些網民呢是瘋狗來的 那些網民呢信了那些反派 即是說那五個子女啊 他說那五個子女是 五逆的子女啊 說他們不理解啊 轉過頭呢 還要被小女兒捲了他的錢啊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誰不了解啊 喂 可白啊 就算我想說啊 三角演義裏面的諸葛梁多厲害啊 他也有看錯人的時候啊 例如馬叔 失家庭這件事啊 就是諸葛梁看錯人啊 你覺得你會不會比諸葛梁呢 其實這件事裏面啊 最大最大問題就是 我可白為何要這麼快 要跟這個女人結婚呢 其實我看東章呢 一直都不問這條問題啊 喂 為甚麼結婚呢 這個問題很重要啊 首先是記憶何太啊 有這麼長的年紀啊 43歲也好 46歲也好啊 都已經不是很生孩子的年齡了 應該不會趕著生孩子啊 而且他本身也有個孩子啊 這天可能你喜歡裝闊出 拿些錢給女人花 算數啊 喂 你搞到結婚就很大問題啊 你知道多少藝人就算在外面怎麼搞女人啊 他也不會跟他結婚啊 例如秦王啦 深圳他也有個世耳三十年的知己叫Mary 當時那個女人要求秦王跟他結婚啊 他也不答應他啊 當時那個女人說想跟秦王生孩子啊 秦王說寧願你找另一個男人跟你生好過啊 我最多幫你養的啊 就是一去到結婚 就很麻煩啊 你看李龍基他整天說跟Chris結婚啊 說了一整年都沒有行動 可怕好東西啊 依然高效率啊 轉過頭過多月結婚了就去結婚啊 你看一看我們城中的誠哥李嘉誠啊 就算有他的紅顏之記他也不會結婚啊 李澤佳也找一個女人幫他生孩子也不會結婚啊 就算大哥他也不是 那麼容易說結婚啊 去到甘比他才肯結婚啊 之前那些幫他生孩子也不肯結婚啊 李嘉誠簡直不給他名分啊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呢 就是一去到結婚啊 你到時有什麼東瓜豆腐啊 這個女人就是有權可以 繼承所有的遺產啊 除非阿伯想跟那個女人鬥長命啊 但是表面 這個年齡上都已經輸蝕了是不是 就是萬一阿伯有什麼東瓜豆腐 我當最初阿伯沒有捲走那四百五十萬了 那麼東瓜豆腐的四百五十萬就落到一個女人了 他知道這個女人有什麼東瓜豆腐的 那些錢不會回到子女啊 那些錢就落到18歲的兒子了 無緣無故這四百五十萬何家的錢啊 這樣就去了外人那裡啊 阿伯有沒有想過這些情況呢 好似想都不想一下啊 有時候也要大局著想啊 你就算不看一下你的子女 也要看一些孫子啊 當然如果你的子女有本事的話 其實就不應該探望啦 但有時候不是嘛 是調戲不順啊 我寧願這四百五十萬啊 拿去賭掉了 都好過無緣無故這樣啊 被一個這樣的大陸婆騙了他啊 即是他的子女有人這樣想啦 所以去到這一點那一刻 阿伯還說自己聰明 我也不知道他聰明在哪裡啊 不過老實說 這個海坦呢 真的不是普通人啊 基本上呢 能說出呢 就能說出的 也不是很要面子啊 例如好像之前又說 阿伯呢 竟然呢 把她的身體就給了她啊 哇 這樣也說得出 好東西啊 即是平時呢 我們聽得多呢 即是一個男追一個女孩呢 就要口甜舌滑啊 但這個case裡面呢 就很明顯一個case是反過來的啊 是個女孩非常之口甜舌滑 吞到阿伯很開心啊 不過有時候我也不太明白 他們還好口面皮啊 還要上冬章啊 是不是還覺得冬章可以幫到她呢 但他們又要上冬章 又要怕被人說 阿伯說他又說人家瘋狗 老實說 我都經常被網民說 我從來沒有說過網民是瘋狗的啊 還有我覺得網民是絕對有資格呢 給我們意見的啊 當然我聽不聽一件事 但是呢 我不會這樣說回人啊 當然有人問啊 為什麼阿伯呢 會這麼看得上這個大媽呢 這麼鍾情他呢 話說76歲啊 即是對方小了三十幾年啊 在阿伯的眼中啊 大媽都會變叼善啊 知不知道 當一個人啊 困在監獄中啊 突然間有一個好像整個男人的女兒啊 走進監獄啊 哇 那些男人都發情狂啊 那時候也聽過了 那些監獄裡面 那些男人沒有東西玩 都要拿另一個 較為似女人少少的男人來玩 有沒有聽過啊 不過話分兩頭 那阿伯呢 是不是完全蠢了呢 其實我覺得阿伯呢 都知道自己是什麼伙式來的 有一句說話 其實我也覺得阿伯呢 其實他沒有說完 他不是說自己 我十幾歲下來的時候 已經行走高 有什麼未見過呢 那就是阿伯裡面這句說話 包含一件事呢 就算這個女人騙他 其實他都知道的 不過呢 他有心甘領底 或者他刻意告訴別人 我有多有錢啊 如果當初阿伯不是告訴他 他有幾百萬 這個大媽會這麼喉勤呢 即是認識了一個 一個多月馬上說要結婚呢 他當然有告訴別人 自己有多少錢啊 表面上不停說 這個真愛真愛 其實他自己也有可能在騙自己 即是所謂情比金堅 實際阿伯呢 他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就是情比金賭 他都知道自己在用金賭 他都在換愛情 不過伯後就不太認識 其實最初阿伯好像 想認這個新何太 是契女而已 不過後來這個何太就厲害了 唉 不要說做契女啦 做你老婆也可以 一句哄到伯父 多開心啊 伯父又算過 契女就不可以上床了 老婆又不一樣 可以慢慢砌 阿伯覺得這方面是好處 做老婆比做契女 唯一呢 我想說一個節目裏面 阿伯說了一句說話呢 我其實就是很反感的 他就說呢 他的子女全部都是反派 還說呢 其實不應該帶他的子女下來這個世界 老實說 如果我是主持呢 我就會問 阿伯如果今天可以讓他重新走一次呢 你寧願呢 和那些子女呢 收復關係 放棄這個何太 還是寧願呢 喜歡這個何太呢 當沒有生過這些子女呢 或者根本他們不存在呢 我也挺肯定阿伯啊 他說寧願 當那些子女全部沒有生過呀 老實說 一段婚姻 你知不知道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向來上場的那些 那些才是 副產品而已 最重要應該就是傳宗接代嘛 這個阿伯很厲害啊 他寧願呢 當自己沒有傳宗接代 都要抱著這個肥豬肉啊 幸好阿伯啊 你爸爸呢 就已經不在了 我相信如果你爸爸呢 翻山的話呢 立即把藤條打到他們飛起了 一個色字頭可以連那些子女都不認的 連那些孫子都不認的 雖然好像現在他所說 阿伯當然是覺得呢 那些子女全部是欺負你的錢 但是老實說 之前他的子女一直都是很孝順的 又和他慶祝生日 又和他旅行啊 就是這個這樣的女人 認識了幾個月就可以搞到你 完全呢 和你五個子女完全是斷絕來往 雖然我都覺得他的子女 有可能有時候 有些事情都未必說做得很好啊 那些錢又拿得太重了 大女人又經常發訊息 問他爸爸死得了沒有 女婿又用粗口罵他 不過有可能我不是當事人 如果是當事人的話呢 去到那麼勞氣呢 或者真的都會這樣做啊 尤其看到旁邊的大媽 連街市裏面的檔口 人家周邊的人全部都看到這個女人 什麼居心啊 子女又看到什麼居心啊 可白真是厲害 可白說到什麼 眾人家罪 就是他獨省啊 也不知道他獨省啊 也不知道他獨省了哪裏 省了就不會被人欺騙啊 所以我就說他獨自傷有問題啊 當然 其實有可能他都知道別人欺騙他的 不過呢 有些情況就像吸毒一樣 阿伯有可能覺得 我最初都可以控制毒癮了 我有450萬 怎麼知道這個女人很厲害啊 越多了 撕了幾十萬 然後撕了一百萬 因為白以為呢 可以控制到這個女人的毒癮 怎麼知道呢 原來上癮那一剎 完全是失控的 沒有辦法啦 本身阿伯的智商又低低的 又要死要面 低智商又不肯認 有些情況就以為自己很高智商 然後被那個女人困你了 唯一好一點點 現在就是被小女人提醒她的錢 搞到她喊也不能喊 每天在催眠自己 說那個女人是真愛 那個女人又跟她一起陪她 當然啦 騎虎難哭啊 要識穿的話 也不是立刻揭過面目出來啦 TVB紀錄狀案 尋人機 五年之後再尋回這一隊人 看他們還是不是這麼恩愛啊 至少是警惕世人發生這種事嘛 見阿伯這件案子呢 都令我想起以前有一件 叫做陳健康的 記不記得嗎 當時這個男人就是包兒奶 搞到他老婆不開心 他老婆竟然將兩個兒子 推下樓殺害啊 連自己也跳樓自殺身亡啊 而這個陳健康還要不知富國 之後還在那裏顯得 老婆兒子死了也無所謂啊 跑去叫雞啊 記不記得當時有這樣的事 搞到公眾都嘩然啊 雖然阿伯這次未去到那麼嚴重 但是呢 令人嘩然的程度呢 都不下於這件事啊 所以就這麼多人留意了 好了 接下來又看看阿伯還有什麼 和他這個真金白銀的愛的情人 跟著看那些訪問還有什麼 可以和大家分享 好了 今天宜蘭圈新聞先說到這裡 遲些再分享其他宜蘭新聞 是這樣的 拜拜 在那邊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